第154章 超级计算中心 在小玉的操纵之下 河北号缓慢的后退 渐渐的远离了母虫 而随着距离的增加 可以到达河北号上面的发动机虫子也越来越少 最终 这些年在河北号上面的发动机虫子 被小玉全部给消灭掉了 但是小玉知道 只要河北号一靠近 这些发动机虫子就还会出现 而河北号无法靠近 这就意味着大当量的氢弹攻击无法展开 意味着这个作战计划已经被虫子母虫给破坏掉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小玉只有展开了第二个作战计划 那就是打一场真真正正的 人海战争 虫族母虫的优势 在于只要有充足的原料 它就可以无限地制造子虫 可是这一点 同样也是小玉的优势 在充足的计算力和原料的支持之下 小玉同样可以无限地制造出各种小型攻击武器出来 虽然小玉现在的计算力并不算充足 但是小玉可以通过制造自动化设备来解决这个问题 之前 小玉不肯制造自动化设备 而是选择任何仪器的操作都要亲力亲为 这是为了保证协调性以及精确性的问题 可是面对虫族母虫展开人海战术的时候 机方数量庞大的各种武器之间并不需要太高的协调性以及精确性 自动化设备所提供的有限智能完全够用了 当数量提升到一定地步的时候 智能所带来的优势就会被数量所冒屁 机械文明和重组这两种类型的文明 都是以数量或者说是以制造力为优势的 而肖宇并不认为自己的制造力会比重组要低 那么 我退出二号行星和一号行星吧 下定了决心之后 肖宇以庞大且强悍的河北号为开路先锋 在无限的重海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但领着庞大的舰队开始了回航 离开了三号行星之后 重组的数量就少了许多 似乎这个虫族母虫也知道保证后方稳定的道理 在肖宇离开之后并没有发动太大的追击力量 而是将大部分的虫子都驻守在了三号行星的不同卫星之上 三号行星的卫星总数有几十颗之多 达到了流体净力平衡的总共有五颗 二号行星的卫星总数还要更多一些 而达到了流体净力平衡的则有九颗之多 肖宇将以二号行星为燃料来源基地 以着九颗卫星为主制造基地和重组展开对抗 足足十余万艘飞船 降临到了二号行星系之中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 肖宇已经在二号行星的卫星之上建立了数个大型基地 以做采集燃料之用 在这个时候 这些基地将充当肖宇的第一批力量 在现阶段 虫组母虫制造子虫的速度 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只每天 那么 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我必须要超过这个水平啊 肖宇定下了短期规划之后 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建造活动 有大量的卫星被发射了出去 每一颗直径在五百公里以上的卫星 都至少被几百几千颗人造卫星所围绕着 甚至直径在五百公里以下 引力太过微小的卫星 小宇也没有放过 而是拍遣了登陆机器人过去 直接实地展开盘测 要展开大规模的建造行动 充足的物资是必须的 小宇将为二号行星系 展开一个全面的探测行动 在这些卫星之上 表示出每一个存在可用矿城的地方 并且在那里建设出相应的开采基地 首批一百万个机器人 在最大的一颗卫星上面登陆了 先期建筑材料完全自备 这些机器人将首先进行采矿基地的建设工作 只有在巨量的原料支持之下 小宇才可以展开后续的大规模的建设 这一百万台机器人只是先气力量 小宇已经派出了一支 有一万艘飞船组成的舰队 他们将回到一号行星的卫星之上 将那里的数千万台制造机器人 以及各种需要耗费时间较长 才可以建成的仪器 全部都运到二号行星这里 目前阶段 一号行星那里 已经没有了拥有如此巨大建设力量的必要 在一号行星之上的数一台作战机器人 完全有能力在无尽的重海攻击之下 保护使射们至少十年时间的安全 而小宇的总体作战计划 只有五年的时间 在五年的时间之内 打赢这场遍布整个恒星系的大型战争 可以预见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之内 整个天鹰三星系将被无数的重足尸体 还有机械残骸所覆盖 掀起的一百万台机器人 在小宇的操控之下 爆发出了强悍的制造能力 只用了十天的时间 就在这颗卫星上面建造出了一百多个采矿基地 这一百多个采矿基地 平均每天可以为小宇提供数百万吨的各种初级材料 这数百万吨的材料 在进行各种加工 铸造之后 将成为对抗重组的有力武器 在采矿基地 正在建设的时候 小宇还从飞船制上抽调出了另外几十万台机器人 开始了各种铸造工厂的建设 同时还有一条大型的机器人生产流水线 正在建造当中 建造进度 在来自一号行星的数千万台机器人到达之后 再一次的加快 在小宇的操纵之下 这数千万个精确 灵巧 不知疲倦 且不会犯错 不需要休息的高校工人 将小宇设想中的工厂 一个一个地建造了出来 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小宇就拥有了初级的全面建造能力 在这个时候 小宇开始了一项最重要的工程建设 那就是 建造一个超巨型的计算中心出来 这个计算中心 将在未来长达几年的战争之中 担当大脑的任务 小宇将退去二线 不再直接使用自己的计算力 来操纵战场之中的各种武器 而是由这个计算中心 来承担后期可能达到数千亿 数万亿数量的微型设备的计算人物 这个巨型计算中心之内 将不再只有一台巨型机 而是由数万台巨型机并存 同时 由于分布式算法的限制 这些巨型机并不是串联在一起 同时提供计算力的 而是每一台巨型机 都是一个单独的存在 这些巨型机 每一台都将达到河北号这种超级电脑80%的计算力 在建成之后 它们的总体计算力 将达到河北号计算力的几万倍 巨型计算机 可是耗能大户 在地球之上 以地球时代科技计算的超级计算机 其耗电量就逼得上一个小型城市了 这些巨型机 比地球时代的超级计算机 要陷进了无数倍 强悍了无数倍 它们虽然经过了小雨的专门优化 但这些耗能依旧达到了一个堪称恐怖的程度 这数万台巨型机全力运转的话 它们消耗的能量 比小雨的十万余艘飞船 在战争状态之下消耗的能量还要更多 为了应对这巨额的能量需求 小雨在超级计算机的周围 建造了数千个大型核聚变发电站 反正相邻不远就是二号星星 在它的上面又可以说是无限的聚变燃料 因此小雨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能源的问题 在超级计算中心建造的同时 小雨还将完成初级智能设备的软件编写工作 为了使以后所建造的武器 拥有最高的协同作战 精确作战的能力 庞大及精确的软件 那是必须的 在这个软件之中 小雨需要考虑到这些微型作战工具 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种情况 并且还要编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战场的局势瞬息万变 小雨不可能全部都考虑周全 所以这个软件还需要一点初始的自我学习 以及初步的逻辑推算能力 除了作战任务之外 这个计算中心还将担任遍布这近百颗星球之上 所有的采集基地 建造基地中所有的仪器的计算任务 小雨只在宏观大局上对局面做出把控 将不再参与具体细节的问题 小雨将从无尽的计算海洋之中解脱出来 它的主要精力将放在十余万艘飞船的操控上面 这颗卫星之上 首先被小雨建造完毕的 是机器人制造工厂 这个机器人制造工厂达到了日产十万台机器人的程度 它所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被迅速地奋留到了各个建设基地 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建设任务之中 这样的机器人工厂再建的还有几百座之多 在全部建成之后 机器人的数量将以每天几百万台的恐怖速度增加 可是就算是这样 在小雨的预计之中 这个速度也只能勉强跟得上自己的建造速度 毕竟小雨所需要建造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遍布几十颗星球的各种工厂 就像是一个个看不到底的黑洞 停止到需要用多少机器人才能够完全满足呢 二号行星将成为小雨的大后方 在这里将由无数工厂制造出无数属于小雨的子虫 与虫租母虫来展开对抗 小雨的作战计划就是这样 斩首之类的取巧方案无法达成的话 那么我就从正面堂堂正正地将敌人给击溃 你要和我凭制造力吗 小雨在心中懒懒地笑了起来 你不要忘了 我可是同时结合了智慧文明和机械文明的超级存在 比拼制造力的话 我怕你吗